今天在全面買了五種口味的義美夾心酥 分別有巧克力夾心酥 花生夾心酥 椰子夾心酥 草莓夾心酥 和檸檬夾心酥 一起來吃看看吧 首先一袋裡面有12片夾心酥 先吃餅乾顏色比較深的巧克力口味 吃起來就完全是想像中的巧克力夾心酥 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我想提一點是 之前吃過Nabati巧克力夾心酥之類的 東南亞系巧克力餅乾 都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味道 留言也有人反映過那個東南亞味 然後歐美系列的餅乾常常又做得超爆甜 相較之下這種一般正常的台灣巧克力餅乾 反而是比較好吃 然後雖然原料裡面沒有花生 但我總覺得有點花生巧克力的感覺 都提到花生了 下一款就來吃花生口味 口感比剛剛的褐色餅乾來的脆 這系列餅乾跟內餡的比例 可以感覺到餅乾比較多 因為我想到之前吃過強調內餡增量的 聖香真多葛萃 當時吃的時候沒感覺 但後來吃了更多別排的夾心酥 才覺得聖香真的料比例是有高一點 就是吃椰子口味 想說當作進入酸甜系列的過度 如同前兩款它是甜感的椰子口味 就是完全沒有100%椰子汁 那種難入口的深深的味道 加了糖之後 它就是香甜的椰子口味餅乾 再來是草莓口味 巧克力口味以外的4種口味 長的都差不多 這款是幾乎不酸的那種香甜草莓 就是我感覺餅乾比例比較高有個優點 就是我吃到這邊已經連吃第14片 都不會有太膩的感覺 最後壓軸的是檸檬口味 口感跟第一款巧克力一樣沒那麼脆 所以結論是美包脆度存在誤差 不是核色餅乾的問題 然後我看成分表 這款只有檸檬酸 沒有檸檬粉或檸檬汁 草莓口味有草莓粉 椰子口味有椰子粉 這五款我比較印象深刻的 就是最後這款檸檬口味 雖然每款的好吃程度都差不多 但檸檬口味多了少許的酸味 讓它的內餡風味更有跳脫出來的感覺 然後連吃20片覺得有點刮嘴 所以推薦正常單人使用量 一次一包12片就差不多 我之前吃拿巴提和多格萃的新的影片 連結我放在下方也可以去看看喔 大家掰掰啦